三种五老虎 猴子称霸王 今天我们来挑战十二成效鲁班所闻的猴与虎 看了这么五颜六色 骑行怪状的快 大家先不要慌 我们只要先找出它们的头部 其实就很好区分的 这是一半的头 我们再找到另外一半的头 对吧 看这两边的胡须应该是老虎 那这两个就是猴子咯 接着我们来区分它们的零件 每种动物都是六种不同颜色的块拼成 猴子有蓝色 那这个蓝色就是老虎的 白色就是猴子的 剩下这三个就不太好分了 只能用这两个 这两个应该是它的腿部 仔细看可以发现 这里是一只手和两只爪 而这个是四只爪 猴子才有手 这个没毛病吧 那这个是老虎 黄色猴子 红色老虎 其中这个最后的栓子 这个红色已经有了 这很明显是不同块的 那这个是它的 这就是它的 分好了 老虎腿部这个块很明显 应该是要从它中间这个缝隙里面插进去对吧 主体轮廓就已经搞定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应该是先拼这个大块吧 很轻松搞定 最后再插上这个栓子 方向不要插反了 猴子的结构看起来差不多 这个细长的也要从中间穿过去 剩下这三个块跟老虎的几乎是差不多的 那肯定是签拼这个 接着在底下卡路黄是这个块 就同样是一根酸子 搞定 最后想问一下有没有属猴和属虎的朋友 谢谢你们成为我的粉丝 爱你哦